希望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 走出大山 之後回到自己的家鄉 幫助自己的家鄉 不要辜負這些好心人的期望 一箱一箱連吊牌都沒拆的衣服 是泉州 廈門 兩地的服裝廠商 庫存或斷碼過激的產品 他們拿來給慈濟回收 五金志工要讓這些衣物 發揮大效用 要抱著為好朋友選衣服的行動 應該很用心的 要帶著你的眼光 你幫他選這趟 配合政府推行的東西協作送愛 廈門慈濟志工讓時鐘的學生 認領了這一批二手行衣 親師生利用課餘時間整理衣物 並親自把大家的愛送進大山裡 歷時一個多月的衣物挑玄機打包 廈門市中的孩子終於完成任務 五月初更親自跟隨志工及師長們 走進大山 拜訪這些看似熟悉 卻有陌生的學伴 因為生長之地不同 造就了不一樣的生活態度 孩子們的交流真切樸實 師長志工也送上祝福 希望你運有知識的翅膀 飛向更廣闊的藍天 謝謝校長 謝謝老師 我們不要用一次性的筷子 我們就用這種自帶的 然後筷子也是代表快快樂的 然後祝福你 這一生平平 來 祝福你 好 跨越2500公里的愛 從沿海城市 送進了平級的黃土高原 這份交流打開了大山孩子的視野 更讓都市長大的學子 懂得珍惜年輕的幸福 不光是送來的這種答案 更是讓我們去感受 我們應該用怎樣的態度 去面對我們的生活